今天活动迈入第22年 仁安基金会创办人曹庆说 当初会有这个想法 是希望弱势族群也能体验过节的气氛 副总统肖万长今天也特别来到现场 发红包给街友和独居老人们 祝他们新的一年事事顺心 台湾警报记者潘姿雨 郭更如林欣颖台北报道